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條直線跟這個圓有交點 他問K的範圍 我們看 這個圓的話圓心在那裡 在三根負一 那他跟他有交點的話也就是說 這圓心到達直線的距離 要小於這個半徑 這個半徑等於多少 半徑是等於 八開根號 二根號二 也就是說 這個圓心到達直線的距離 第一 這是多少呢 這個平方加這個平方開根號 根號二分之 三負一帶進來 取決位置 三減掉負一加一 加K 這個 第一的話要小於多少 小於二根號二 也可以等於 等於剛好是相切 二根號二 那這樣子的話 K加四 取決位置 就小於等於多少呢 二的四 那也就是說 這個 K加四 小於等於四 大於等於負四 那這樣子的話 K就小於等於0 大於等於負八 所以 K是介於負八跟0之間 就好 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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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